我都知道有很多朋友說不懂用iHub 所以我也拍了一個怎樣用iHub去開一個帳戶 很快地去購物 怎樣用iHub去買這些寵物用品零食的影片 我們現在可以去影片 我們先去iHub的網站 在Google都會搜尋得到 來到這裡 我們就進去 或者你直接按入hk.iHub.com 首先這邊都有語言可以選擇 這裡 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選擇一下 其實你會看到它可以先選擇我們的地方是香港 我們用什麼語言 其實有英文有中文的 我們可以選中文或者英文也可以 而錢呢 我們可以先選擇 這裡已經設定了港幣 我們選擇了這個選擇之後 我們接下來的就會跟港幣 是香港的 這樣看 好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開一個帳戶 開一個帳戶 我們就要sign in 我們click了sign in 我們就會看到這樣的畫面 在這個時候我們是新的客戶 所以我們就會在這邊輸入 如果你是現有的客戶 其實你入過的話 你的電郵和帳戶 會在這邊 就是在這邊進入就可以進去 但我們這次是新的 所以我們就會在這邊輸入 首先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要用一個 電郵去登記 那我就用3MIDA的電郵 那我就用3MIDA的電郵 然後你就去設定一個帳戶 給它 這個帳戶 可以是任何一個 那你就進入這個帳戶 然後呢 這裡其實就是問你想不想得到 它們最新的資料 就是這樣 就這樣 譬如以我為來 不用 然後呢 你就可以click這裡 create account 這樣就開帳戶了 其實就已經開了 你這個帳戶 其實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已經可以買東西了 這裡就是我們做一個demo 我想買沙極油 對 那我就打回沙極油的牌子 你看這些都出在港幣了 現在 譬如我想買一支小支 那我就把它 放下去 這裡 這支沙極油 買一支 我當 有時候 你看到 它會立即 省了多少錢 它就在這裡 都展示了出來 然後 你就可以將它 放進購物車 這樣 打 這個字 它就可以出到 寵物的 那個 那個 category 裡面 譬如我 就會在這裡 直接 按 寵物的貓 Omega-3 那隻 油 其實是 $104 $100 這個油 真的吃了很好 它的皮 它吃了之後 它的毛 真的很滑 進來 我加了 Carmatella 這個 就是我給阿丁當 吃開的 這隻 因為它是 加了這個 葡萄糖 所以有助它們骨骼的健康 因為丁當 小時候在停車場被人打過 所以 就受了傷 這個 譬如我買四個 它再省多5% 這裏 我就這裏 四個 其實你看到它的錢 就是四十多元 我就加下去 購物車 你看到額外的 那個Discount 就是額外再便宜的錢 就是這裏 這個 這個魚肉 這個真的 超好吃 很香的 人聞到都覺得香 你可以在這裏看到有效期 它多重 這樣 那我就會買這個 這個 細包裝 五十六元 這個都可以 要買 這個Charles 你就可以進來看看 它有一些新的產品 或者是有一些 這一期 給你去試做的 一個優惠價 是便宜一點的 那你就可以進來這裏選 主要呢 我們通常就是選 看看有多少個人買 有多少顆星星 譬如這些有三千幾個 留言 這些我們會進去看 Maius Clean Day 那個 大豆蠟 蠟燭 亦都可以在這裏買到 它還有一些衣物油信劑 那些 你一樣都可以選 你可以慢慢選不同的牌子 不同的東西 那這裏呢 它可以跟英文字母去找那個牌子 在BRANDS 這裏 這個牌子 那這個牌子 我們都試了幾樣東西 我覺得都挺好的 這個我覺得都挺好的 是的 那六十一元 那我又加它下去 購物車 就是它 都是它 那這個八十幾元 那我又加下去了 好啦 我舉例 現在呢 用到這樣呢 我就買齊 今次要買的東西了 那它本身呢 就已經 因為我是第一次訂購 那它就 Extra 5% 的Discount 就給我 給我 超過四十元的 美金 是的 超過四十元 美金 其實三百多元 就已經可以 有這個Extra 有時候 你會聽到我說 如果你是第一次用iherb的話 你就可以用我的referral code 那你就會額外了 有Discount 那以這個case為例 現在呢 就買了六百多元 那已經是截了之前 就是那個第一次買東西的那個錢 那然後呢 你在這個位置 你就可以Apply 買我那個referral code 那你就會 那你等著按了它 對了 那你就會見到呢 額外呢 第一次的那個消費 這裡 額外 再省到十元美金 即是77.89 額外 即是折上折的 兩個折 是的 那然後呢 它就會立刻跟你去計 你這個重量 那個船 即是shipping 那個費用要多少 total是多少錢 這樣 那舉例 現在呢 有了信封 那所以呢 它立刻可以送給你看 如果你是寄去香港的 那信封站那個收費 是 這裡 31元 對 如果經過DHR就要60多元 那我們當然選一個便宜的 這樣 然後就當作是這樣 我們就 好 我們check out 在check out的時候 它就會問你拿地址 好了 這裡呢 我們就打回我們的地址 家裡的地址 進去 例如room 幾多幾多 什麼 例如Kowloon 你打回自己的地址 對 按HK 按HK 這個sip postal code 我通常會打5.0 對 然後呢 電話號碼 你會打回 9123 123 123 4 5 亂打 這個 對 我們就 next 然後 它就會問你拿信用卡 這個時候 你就要拿你的信用卡 先打了信用卡的名字 你的信用卡的名字 在這裡 然後你的信用卡的號碼 就是那個卡號碼 你就打回那個有效期 到幾年幾月幾日 還有 Security code Security code 就是反轉卡後面的 最最後你會看到有個數字 就是那個數字 好 當你打完你的個人資料 和信用卡的資料下去之後 其實你就會看到 下方的next 就著了 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 你會看到 就是 它就會讓你再對一次你的資料 就是你是寄去這個地址 剛才我是老作的 這個地址 對 這個地址 就對了 它就會問你的billing address 如果你說 那張單的adress 和剛才的shipping address 是一樣的話 我就按一樣 就是這樣 對 然後 然後 就會是 按 next 最後 它就會叫你 確認你的命令 你的命令 可以再對一次 你會對到地址 我們是經 對到地址 經信封 Payment的地址 你用哪張卡 我剛才是入了一張AE 然後再對一次你的貨品 然後 得到額外的優惠 整齊了 登記的email 去告訴你 你的命令 的進度 其實整件事就是這樣 希望這條片可以幫到大家 在那邊